新增一个网页档案 点选右手边这个图示 这个是Bootstrip的官方网站 从getting started点一下 这个地方就有让你下载 我们可以把这个Bootstrip的原始档把它下载下来 选这个把它下载 下载之后 我们游标移到右手边显示所有下载 那我们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Bootstrip 3.1.1的版本 那我们在资料夹中显示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下载下来的一个压缩档 当然我们要对它 按右键再直接压缩 我们来稍微浏览一下 这个资料夹里面的内容 它包含三个资料夹 有Font,JS,CSS 那里面都是他们Bootstrip里面 已经帮你做好的一个 像这个是它的字型 像这个是它的JS档 OK 那我们就用这一个 我们可以来新增 新增一个首页档 好 那我们用 subline text 我们来这个地方 新增一个档案 new file 好 这个new file呢 我们现在把它存档存起来 存档存起来 把它save 好 save呢 我们就把它放在 刚刚下载这个地方 有一个Bootstrip 3.1.1的这个资料夹 好 那我们要叫它叫什么名称呢 叫index 好 点html 那一般来讲 我们首页 都习惯上 我们都是把它 命名成叫index 那因为它的格式呢 副档名是html的网页档 所以要点html 好 把它存起来 好 那存起来呢 这里面我们要写什么呢 我们一样可以到 Bootstrip的官方网站 这getstudy的这个地方 往底下去卷动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 基本的一个样板 对不对 基本的样板 那我们把这一串程式码呢 把它call起来 把它复制起来 好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subline的这个 test的编辑器呢 把它贴上去 好 这样就做完了 好 请记得一定要把它存档 存档存起来 然后呢 我们在 好 这个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 好 这个叫做 bootstrip3.1.1 这个资料夹 我们刚才新增的一个index的档案嘛 好 那我们开一个空白的网页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档案 用这个 Chromium的浏览器把它打开来 好 你看我们 不会摧毁之力 就有 一个 叫做 hello world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不是一个hello world 这一个网页档 就做完了 好 好